香港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中 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 负责统筹的医疗物资保障工作小组 与内地专班紧密对接 确保内地物资尽快供港做防疫抗疫之用 以全力应对疫情 近日邱腾华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在中央的权力支援下 香港的医疗物资供应已没有问题 特区政府会确保抗疫物资包的发放不能缺 不能断 并将更广泛的与全港市民分享抗疫物资 中央远港的所有物资提供一个律师的通道 现在来说大部分我们透过中央采购的物资 已经大部分到了香港 邱腾华介绍香港通过中央采购的物资 主要有三方面 根据不同群体的需求进行分发 所以我们从中央采购的东西 主要你可以说是三个方面 一个就是医疾的保护的医务等等 这些主要就是给予好像医务人员 还有前线工作人员 第二个就是一些快速的测试机 因为在第五波之中 我们一方面是依靠就是这个核酸的检查 但是也同时用民众自己去做一些快速的测试 所以我们也大量采购 第三个方面就是一些中程药 就是我们知道内地有些抗疫的程药比较有用 日前香港特区政府宣布 要更广泛和有系统的向市民派发抗疫物资包 邱腾华介绍 有关部门已与全港130多名地区领袖展开协调工作 并建立派发网络去推动相关的工作 目前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这两个主要的部分 一个就是如果有民众确诊了 我们第一时间 通常在他们上报这个病情的时候 我们就给予他们这个物资包 这个每天我们还是拍发这个量也不少 平均来说像个星期来说 每天我们大概拍五万到六万份这个物资包 给予一些确诊 或者是他家里必须隔离的民众 我们希望保证就是提供于他们的这个物资包 不能缺不能断 另外一个就是也帮助社会上不同人士去 共同去抗疫 透过民政事务局 还有社区不同的团体 去把这个物资带到他家里去 被问及特区政府支援确诊新冠肺炎患者的情况 邱腾华表示自第五波疫情以来 特区政府已经开展了约200次的围风抢检行动 找出了约2万名确诊者 邱腾华指出 对于这些确诊患者 特区政府都有第一时间提供物资包 谈及对香港未来经济的展望 邱腾华表示从2021年香港疫情状况可以看出 能够及早把疫情压下去 就有条件恢复经济 当前面临严峻疫情 特区政府采取三大措施 帮助受疫情影响的行业企业及个人 第一个就是对于一些影响最大的行业 我们提供了第六轮的抗疫的经济机缘 大概用了270个亿 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这个近年预宣案里面 也把一些政府收费减免 透过派发这个消费券 就是每个民众派发1万港元 总的来说我们这个投入是超过700个亿 这个第三个新一轮的这个保周业的计划 大概也会用上300个亿 那这些都是直接对企业 对民众对受困的行业的直接的帮助